记者张协生南投报道,针对南投县政府欲将草屯运动公园开发为草屯手工艺智慧产业园区,地方持反对意见,南投县长林明琴18日面对议员质询,至外传系因他在当地有土地,县府才进行该开发案。 对此,林明琴气愤表示,希望外界不要抹黑,若他在草屯有的,就会被雷攻打,且愿意将土地捐出来。 议员简刺盛金在县政总质询表示,草屯手工艺智慧产业园区开发案,地方有不同意见及声音,甚至传出系因林县长在当地有土地,县府才进行该开发案, 希望林县长能对外说清楚,也希望县府规划重大建设时,能事先找议员等地方人士多沟通,协调。 林明琴表示,开发草屯手工艺智慧产业园区主要目的是希望带动地方繁荣,创造就业机会, 借其经过经济部和可并获得7亿元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经费,希望地方不要因选举因素一再唱反调及媚黑他,若他在草屯有的,就会被雷攻打。 林明琴最后并在议员洪明科要求下,承诺若在草屯有的就会捐出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